这三个男人也太狠了 被困大海没有食物 居然抓了只鲨鱼宝宝来吃 没想买一送食 鲨鱼肚子里还有好几条小鱼 他们大快朵鱼 今天吃不完 就做成刺身 塞进袜子腌制入味 能存个好几天 结果鲨鱼血流在海上 现在他们惨了 四周密密麻麻的 有满了十几条鲨鱼 而这 改编自真实故事 三名士兵被困大海 没吃没喝 只靠一顶橡皮法 竟求生了34天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1942年 二战时期 三名士兵乘坐侦察机 受任完成侦察任务 哪只飞机燃油耗尽 机长不得不在海上紧急迫降 三人匆忙收拾好物资 就赶在飞机沉没前 坐上了橡皮法 第一天 还处于陌生人阶段的三人 先是互相介绍了彼此 这是机长 这是通讯员阿喵 以及投弹兵马尔福 对于现状的遭遇 机长成熟稳重 让他们多多观察周围 看看有没有救援机出现 而另外两人会互相打去 还假装挽起了 倒喝咖啡的小剧场 可没一会 三人忽然发现 远处高空出现一个黑点 那正是救援机 但三人迫降时 没有带上信号弹 现在不管怎么挥手呼喊 救援机都压根看不到 更头痛的是 此去一别 就再也没有救援机会 因为这里是敌军海域 有军不可能在这久待 现在 他们没有急救工具 没有食物没有水 三人必须想办法 该如何在这茫茫大海生存下去 机长迅速调整好状况 表示自己会做指挥 只要两人听命令 大火肯定都能活下去 接着他们开始清点身上物资 两个弹夹 一把小刀 老虎钳和绳索 看上去 好像没有什么用 而且吓人的事 这橡皮筏已经用了四年 可能承受不了过多重量 于是机长让两人脱掉鞋子 丢进海中 但他自己 却留着鞋子 说以后上岸了 总得有人走去摇人 直指两天过去 口渴万分的机长 趁着夜色给自己来了呗 热乎老黄酒 可把阿喵给看馋了 所以现在为了解决食物问题 三人必须想出办法 被困大海 你绝对想不到 他们是这么钓鱼的 先是用弹夹弹簧 做成鱼钩 再用编织绳做鱼线 接着绑在一起 拿钳子当浮镖 碎衣布当鱼饵 一把鱼竿就此诞生 可他们没想到 这大海的鱼有多么不一般 刚抛干没一秒 就有鱼上钩 但鱼竿一扯上来 乖倒 鱼没钓上来 连破步做的鱼饵都没了 怕不是 受不了了 他望着面前的海水 忍不住捧了一把在手心 鸡掌连忙制止 表示喝海水 只会越喝越渴 可话音刚落 鸡掌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一边大喊 一边拿出铅笔 就在橡皮阀上 凭记忆画出了一张海图 因为在之前 鸡掌已经记下了地图位置 现在只要他们往西南漂 就能抵达最近的岛屿 随即三人立马用剩余材料 做出一个海矛 以来控制漂流方向 可方向有了 食物和水还没有 于是三人开始反向毒奶 别下雨别下雨 以后都不会下雨了 结果毒奶成功 还真就下起了场庞磅大雨 三人开心至极 喝了个饱后 就赶紧用衣服 收集起了雨水 现在水源不愁了 但七天过去 他们都压根没钓上一条鱼 肚子都快叫变天了 阿喵顶不住 也不管机长劝阻 就拿着小刀往海里捅鱼 结果下一秒 我滴个天啊 居然捅了只鲨鱼宝宝上来 三人连忙摁住他 就拿小刀不停猛捅鲨鱼拼命挣扎 鱼尾都使劲拍打 半分钟后 鲨鱼就没了气息 随即三人立马剖开他 却没想 他也刚吃完早餐 肚子里全是小鱼 阿喵也不顾寄生虫什么的 拿起小鱼就往嘴里塞 新鲜的鲨鱼刺身 搭配小鱼下韭菜 三人吃得百般陶醉 饱腹过后 就把剩下鱼肉 放置袜子研制入味 这样一来 几天的食物就有了 吃饱喝足 马尔夫打去到 要是最后活下去了 就把自己的妹妹 介绍给阿喵认识 踪发闭眼 能除爱毒 阿喵光是想象 内心都止不住小鹿乱撞 可谁知这时 由于血水流在海上 附近的鲨鱼们 现在已经将它们重重包围 正当阿喵半夜想洗个脸 就被鲨鱼猛的袭击 右手都给咬出三个齿痕 一片指甲都没了 如今三人必须保持谨慎 不仅要躲避鲨鱼袭击 还要思考 该如何寻找新的食物 而现在过去了15天 鸡肠碌碌的阿喵 掏出了身上的手枪 哪知他却对准了 面前正熟睡的鸡掌 三个士兵没有食物没有水 在海上漂流了15天 现在他们鸡肠碌碌 竟拿着枪 对准了正在睡觉的鸡掌 下一秒 原来是只海鸥趴在船上 鸡掌健壮 立马跳下海里捞鸟 哪知这时 身后竟游来一只鲨鱼 危及关头 手枪卡壳 无法向鲨鱼射击 鸡掌拼命的游 终于赶在鲨鱼袭击前 爬回橡皮法 逃过了一截 而由于在海上 三人没有火源 吃个海鸥 都只能硬啃 短暂冲击后 时间来到了第20天 此时鸡掌睡醒 却发现面前两人也在满头大睡 他叫醒两人 斥责他们没有好好知情 这要风向变了 三人就无法抵达西南方的岛屿 可阿喵提出质疑 因为这都是鸡掌推测的行径路线 老在四天前就已经错过了 鸡掌如实说道 他因不想让两人丧失希望 这才一直瞒着不说 双方一番争吵后 鸡掌立马真诚道歉 他不希望彼此间闹出矛盾 他希望 大家能好好活着回去 而两人也就此 选择原谅了他 现在只要往西南方一直飘 总能找到岛屿的 为了更好的前行 鸡掌拿出自己的皮鞋 用小刀分成两半 以此当作传奖来划 可到了被困第30天 三人已经瘫在阀上 没有一丝力气 但即便如此 鸡掌仍然鼓励大火 坚持划船 平安回家 谁知天宫不作美 此时海上雷声大作 是飓风来袭 风暴中 鸡掌被拍打下船 就在要救他上来时 更大的海浪迎面撞上 他们连人待罚 直接翻了个底朝天 但好在 三人还是活了下来 只可惜 橡皮阀上的物资 全都沉入了海里 三人绝望了 因为耗尽大量体力 他们认为 自己已经离死不远了 可马尔福还是坐了起来 既然我们都撑过了这么久 就说明 我们最终一定能活下去的 剩下两人受到激励 即使失去船桨 都用双手来画航前进 现在 三人已经在海上求生了34天 他们终于 看到了近在咫尺的绿洲 三人激动欢呼 我们活下来了 我们活下来了 而这 就是改编自真实故事的电影 《孤伐求生30日》 1942年 三人在太平洋上度过了34天 漂流了1000英里 而机长因为保住了大火的安全 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 马尔福因伤无法继续海军生涯 于1986年去世 骨灰被洒进大海 阿喵则作为通讯员继续参战 并娶了马尔福的妹妹 正是三人互相体谅 没有在求生途中产生更大的冲突 他们才能在最后活下来 借某伴的一句评论 这就是拴在同一条船的蚂蚱 最优秀的表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